你要吃甜點嗎? 我要吃甜點 好啊 哈囉 大家好 歡迎來到白水芳芳頻道 今天進入一個母親節歡樂假期的時代 吃完母親節大餐的飯後甜點 我們有獨特的想法 介紹一下今天的甜點內容 今天的話我們先準備的是和果子 就是比較日式然後台式的一個和果子 它有可能桃子口味抹茶口味的 然後也有那種紅豆然後裡面再包個羊羹內餡 或是直接包羊羹內餡的 口感上來講的話不會太綿密的那一種 然後再來是巧克力 甜的跟稍微苦的我也有準備 然後再來是提拉米蘇 那可能有些人會想要乳酪蛋糕 或是再更濃一點點的蛋糕的話 其實我都蠻推薦的 然後最後一個 這看起來非常的濃 但它其實沒有 它是檸檬優格 它是算是比較輕柔 然後帶一點酸酸甜甜的果香 說實在的 一般甜點大概都會想要去配 什麼英式紅茶 或者是咖啡 對對對 搭酒其實是一個蠻新的想法 我比較少這樣聽到 我覺得比較典雅 而且它其實慢下來 它的慢下來除了吃以外 聚會的氣氛然後 開始微醺然後慢下來聊天 我覺得這個感覺是很棒的 算是幫大家就是 創造一個更好的一個機會 跟媽媽一起 聊天的氛圍 沒錯沒錯沒錯 稍微喝一點酒 是一個很好的聊天空 好來 我們先吃巧克力 我覺得巧克力甜的 我們不要去配統城 我覺得要稍微帶苦一點的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甜的 它如果再加一點葡萄的香氣 就是感覺那種 我們巧克力麵 會加葡萄乾的感覺 這一支 因為它其實出來沒多久 所以它有一點就是火味造味 它可以把那個味道給收得比較乾淨 那苦的要這個 苦的我覺得加這個 就是跟木質調去做一個 定稱一個搭配 那我們試試看 試試看 它轉變出一點 類似可可奶香的層次感 好像多了很多 口感上變得蠻潤 它那個苦 苦澀的那種銳利感 削減蠻多的 它的木質調 對巧克力吃掉 就換成巧克力了 對 它跟巧克力是一個蠻好的搭配 而且它味道比較重 它整體比較重 所以它 它那個步調一定是很慢 不用怕喝醉 沒錯 甜點跟酒真的是一個 沒想到那麼大的 我覺得更邪惡的一點 更邪惡 對 很可怕耶 我意圖使人增肥 這個很讚 反而必搭苦的巧克力 然後透明的 透明的搭甜的 這一支 這個葡萄皮的味道很棒 但是呢 你如果單聞單喝 你就會覺得它個性太小了 以前那個架上 有那個葡萄口味的巧克力 對 會咬到葡萄乾的感覺 尾韻多很多啊 一直推一直推 那個巧克力後面的很甜 然後那個濕滑的感覺 然後後面都會堪熄啊 但是鼻腔裡面出來的味道 那個果香還是 前面的個性太凸顯了 然後現在你跟巧克力搭以後 前面的個性似乎 會磨潤一些 搭起來又更有意思 然後比上這支 搭甜巧克力以後 就是要我們小編的想法 是不是符合你的預期 第三個 我覺得我們可以先吃 提拉米蘇 提拉米蘇嗎 提拉米蘇嗎 欸這提拉米蘇很爆漿欸 我覺得它可以搭 像是 真六的柴薇 真六的柴薇 嗯 那麼細緻嗎 對啊 搭起來的話 它就很像是一個 互補的狀態 因為柴薇 泡的那一支 它是比較 比較受大家喜歡 那喜歡的原因是因為 它的主題性比較明確 我覺得可以 但是它就會變成跟 刺蟲一樣是在bonus上去 試一下柴薇 唉唷 其實我覺得先喝 它後面的玫瑰感就滿棒 它就是在旁邊多出一個東西 它不是上去疊加 多了一個 給體驗這樣子 然後酒香的話 會把 它的甜味 它後面多餘的甜味收起來 收得比較細 而且感覺它那個 玫瑰的味道 是在 它跟著巧克力一起走 它巧克力味道出來的時候 玫瑰的味道也會一起跟著 但是我覺得 它後面轉那個巧克力的苦味 它搭的其實是滿 滿好的 沒錯 它算是一個 去尋找你自己喜歡的那個 氣味的搭配 不見得一定要搭茶跟咖啡 它酒或許是一個很棒的選擇 尤其是在自己家裡 那我們再試一下這個泡彩味 我覺得跟這個泡彩味應該很厲害 我覺得泡彩味也不錯 對 我跟你講 這個就厲害了 來 就是這砰罐 山潮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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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這裡面就是裝泡彩味 這樣這樣… 這樣才厲害 這個… OH MY GOD Mikonnen 這這麼厲害 我覺得這個就是厲害 絕對是這個最厲害 我沒有想到那個東西 用一筷我裝在彩灰石 入roy 我覺得它噴了這個 !! 它完全沒有在迫害蛋糕層次的表現 我覺得加分恩賠好不好 有有有 根本就好棒 好棒棒 太棒了 哇塞 我覺得比這樣一口喝更厲害 它直接甜點 提升甜點的層次到另外一個進去 對啊 那個噴霧才一點點而已喔 譬如沒有很多喔 入口那個花香啊 綿密感啊什麼 這根本就是另外一回事 好 下一個 好 這樣 這樣怎麼當 這一次有準備一些清爽的 像是水蜜桃米酒 這個 茉莉米酒 我覺得這兩支會比較適合 它可以搭一些檸檬塔 或是一些比較清爽類型 可能 柑橘調比較重 或是說它可能 有加一些比較清爽的水果 柑橘也可以喔 對 柑橘拿出來 快點置入一下 因為主要 除了 除了在味道氣味上的習慣以外 我覺得在品飲上的習慣 這三支也很適合這個 因為我有問過很多的酒友 這三支算是我聽過會去改變度數 不管哪些冰或是加冰塊 最多的三款 那不管改不改變 我覺得 它們三款都算是比較鮮細 比較輕柔的 那搭上這種絆糕上來講的話 它不會把富男夾走 我這邊幫你切 我這邊幫你切 切小一點啦 我會肥啦 這可怕耶 我覺得我們可以先試的就是 茉莉米酒 它其實是比蜜蜂還要早去採收它的 所以它一點點的花蜜感 再配上這種 比如說檸檬啊 或是那種蛋糕的那種香氣 它其實甜感會轉變 然後酒精感也會被壓掉 這個茉莉花茶的味道已經很棒了 其實佐甜點本來就已經很加分 它把香氣還是比較凸顯出來 對 我不能吃那種很甜的東西 我覺得會膩 這個東西跟這個其實是很搭耶 我覺得互補的很優雅 它就是少了一個花香調 我們就補上去 除此之外 它那個蜜感又可以跟它結合 不會太突兀 還有下一支 水蜜桃 水蜜桃 還是橘子 竟然是水蜜桃 對對對 水蜜桃一定要二版這一支啦 二版的那個 現在已經進化到一個很可怕的桃度味 香氣已經沖出來了 我覺得哇 這個不加有點可惜 除了這個以外 我也很推薦我們的那個 二十度的水蜜桃 一定要 就直接不用調 我覺得 如果上一支 茉莉米酒它的主題是甜 我覺得接下來這支水蜜桃就是 果酸液與果酸之間的疊合 兩個果酸一起上來 我覺得很棒 因為我們 從來都不加糖 是 桃子該有的酸度 它就要保留 這支桃子原來的本味 該是怎麼樣 它做出來的酒就是這樣 它們有點糾纏在一起 我覺得這蠻好玩的 然後如果真的就是 好 跟媽媽喝 不想要喝太高度數 這個 二十度 沒錯 冰起來冷藏 好下一次 橘子米酒 這個柑橘調很棒 哇塞 口水都已經在準備好 聞起來就非常的 汽水感 就是很奔打橘子汽水的味道 它非常非常的新鮮 說實在是要這兩個東西一起 這個東西噴上去也很厲害啊 任何所有跟柑橘可以搭的東西 哪一點都沒問題 你這個東西你吃的時候 你要在嘴巴裡面喇喇 對 要喇喇 要攪一攪 它要兩個加起來 又有加分的效果 要有更多的層次 更多的尾韻 more and more and more 然後一直推 一直推 再來 我們喝果子 喝果子我覺得它就是比較 隨性 比較freestyle 一點 但是我覺得我們這一次 如果真的要這樣的話 荔枝應該會比較適合 荔枝當然一個 荔枝高粱 然後我覺得像那種 帶點抹茶的 或是這種 羊羹的 我覺得它是一個極端子 但是跟我們荔枝都蠻搭的 那如果覺得荔枝味不夠的 可以雙倍 不對不對 來 叉子 有沒有叉子 小叉子 我覺得這個 有一種吃法更厲害 雙倍倒下去 雙倍 普通版的這隻是純盒很棒 雙倍這隻我覺得用讚 讚的 直接拿來沾 其實我們不要喝酒 我們就這樣單沾的吃 就肯定是不一樣的 欸我 我意外的發現荔枝跟抹茶超搭的 超猛 我不知道為什麼那麼猛 哇 這個真的很猛 那個荔枝果醬爆棚耶 然後你沾了以後 又不一樣的風格 絕配耶 真的絕配 它就是像你講 它就是多了一層 到一層以上的那種口感 而且我覺得搭甜點的好處就是說 吃甜點跟喝酒 它的速度都變慢了 它是一個 讓你不自覺放慢的一個組合 我們再搭一個河果子 來 哪一個 我覺得就是比較傳統型的 我覺得 我們搭個柚子 柚子哪一個 這個 我覺得柚子的話 我們 講回到剛剛的那個 水蜜桃名字 水蜜桃 水蜜桃跟柚子搭 我原本想要說 誰 我們乾脆桃子跟桃子搭 但是我怕那個 就是桃子皮 會有一個 腌汁味 可能會太重 但是我覺得跟柚子搭的話 它可能會多一層 酸苦酸苦的一種 甘甜香 要很細緻的去聞 去感受 真的是那種 我們咀嚼米飯 會有的那個甜香 對 然後這個 你說的 辣辣山水蜜桃 沒錯 那我們先吃一半 OK 搭配的時候吃呢 我覺得還是先淺嘗一口 然後含在嘴巴裡面以後 攪開來 再加上水 它沒有酸 它比較多柚香 柚子皮的味道 它那個甜感會延續很久 沒錯 我看那個很厲害 而且我覺得在搭配這支 已經放了好一陣子的 水蜜桃米酒 對 連水蜜桃米酒 它後面有那種 我們要在杯中 醒一陣子的那種氣味 它都很快就出現了 它整個尾韻的桃子味 是非常非常的新鮮 沒錯 很新鮮 非常新鮮 而且是那種咬下去的那一瞬間的感覺 爆漿的感覺 對爆漿的感覺 沒錯 讚 五月桃要上市了 唉唷 五月桃有水蜜桃的味道 只是口感上有一點點差 但是價格差三倍 即將預購開始 下面有辦法放資訊欄 以上 歡迎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